好 謝謝 福祉長 我跟你請教 你有小朋友嗎 有小朋友 有沒有小朋友 三個子嗎 你有孫子嗎 你有幾個小孩 都結婚嗎 不知道有孫子 沒結婚嗎 有孫子不一定有結婚 都結婚了 好 都結婚了 好 我現在看我們這輩子 有幾個比較年輕漂亮的問一下 你請坐請坐 福祉長 民政局局長 你結婚了有沒有結婚 有 有結婚了齁 聽說你太太是一個空中小姐 都要調查了 請坐 小月教長 你也算年輕 我現在比較老 你有結婚嗎 你有結婚嗎 有啊 結婚啊 確定 確定 我快去 你請坐 好 我們的漂亮的勞工局局長 有沒有結婚呢 有 結婚了 結婚了齁 好 請坐 來 演員考會主委結婚了沒有 報告議員結婚了 結婚了齁 好 那後面一排我看有兩個看起來比較年輕 我們的秘書處處長李如芳 結婚沒 也沒有 結婚了齁 也沒有 也沒有齁 也沒有齁 好 你請坐 好 再來這個 看起來是盧正元 盧正元 我跳過 主委應該是結婚了 正元呢 正元結婚了 報告議員結婚了 結婚了齁 哇 真的把他放 看起來齁 我們的 市政府一級主管坐在前面這邊齁 目前看起來只有李如芳未婚 李如芳未婚齁 這個很兇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滿好的一個 一個狀況齁 但是呢 我在這裡要跟我們在座的一級主管 報告 目前呢 我們 以台灣來說齁 不結婚 四婚年齡 他不結婚的狀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我在這裡要跟我在座的所有我們的一級主管 我們做一個參考 根據內政部的最新統計 截至去年年底 二十歲以上 四十歲以下的市婚人口 都中有高達四百四十萬人未婚 四百四十萬 那以台中市來講呢 截至去年的年底齁 二十歲以上 四十歲以下的市婚年齡齁 男人的有三十萬人 然後女生呢 有二十四萬人 他不結婚 他佔內政部的 百分 在統計的百分之十二 好 那以結婚對數來講 結婚的對數來講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全年呢 去年的一到七月 結婚的對數呢 只達到八萬零八百七十四 八零八七四 較前一年呢 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二億 再來 以台中市來講 今年的一到九月 今年一到九月呢 我們的結婚的對數呢 只達到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九 比去年的同期呢 也減少了百分之五 所以跟內政部的統計 是接近的 減少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點 百分之五點二億差不多了 好 那根據我們這樣的推估呢 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也就是今年 我們的結婚的對數呢 可能只達到一萬七千五百對 一萬一千五百對 這個數字呢 可能會創五年來的新低 五年的新低 這個數字呢 跟民國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 也就是我們合併後的第一年的 兩萬對 已經差有九百多 我說這個數字 可能你們不覺得很緊張 不覺得很緊張 但是呢 我特別要強調 五年來創一個新低 一萬七千五百對 特別要跟我們的夫妻長 跟我們在座 我們第一集中央要報告的 就是說 其實我跟趙國都一樣 我們這幾年就是覺得說 欸 怎麼好像遭這個結婚的結婚 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以前我們有一句話 有錢沒錢 娶個老婆 過年 這樣的一個 一個諺語 好像漸漸的已經不適用 在這個年代 那你這個結婚的這個 對數減少 會產生什麼樣的後遺症呢 它的影響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影響很多 它可能衍生到 將來的勞動力不足 將來人口的老化問題 還有撫養老人負擔過重 等等的社會問題 那很多人要問一句話 為什麼我們現在年輕人不結婚呢 20歲以上 4歲以下的 我們四分年齡 為什麼不結婚 那我再講一個數字 給您參考 您就知道說 為什麼 我們沒有要結婚 沒有要結婚 好 那根據這個經濟部呢 去年公佈一個 公佈的一個數字 這是經濟部的公佈的一個數字 台灣每對新人 他要結婚 結一次婚 要花費多少呢 好 數字是74.5萬 74萬5千塊 那個社會局局長 一直給我看 我現在問你 你結婚的時候都花多少 你花多少 你結婚的時候 總會花多少錢 不好意思 因為那是我們爸 我們母親扳的 蛤 不是你開 我也沒這麼了解 你沒什麼了解 大略有多少 大略有多少 大略喔 應該二三十吧 二三十吧 可 我等一下再問一下 你可能你結婚 你可能你結婚了 你請坐 謝謝 這個州局長應該 你結婚比較 剛剛結婚沒多久 好 你花了多少錢 你花了多少錢 五十萬以上跑不掉吧 沒有 大概 大概 那這 經濟部統計 是74萬幾 沒有我結婚的時候 我很散 所以齁 我是把我 我岳家借錢來辦 阿 李君收一收就 不太好了 所以 沒怎麼這麼好 先跟岳家借錢 然後收完李君再還給他 那表示你當時結婚的時候 你的薪資是多少 薪資 你結婚的時候薪資 我那時候大概 四 四五萬吧 對 重點來了 好 你請坐 好 我再給各位一個數字 根據行政業主 技術的調查統計 目前呢 台灣月薪不到四萬的人口 有 一百七十一萬人 那佔百分之八十七點七四呢 百分之八十七點七四 也就是說 有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受僱者 他的月薪不到四萬元 那以青年來講 他的比例更低囉 三十歲以下的受僱者 共一百九十萬人 其中呢 有二十六萬人的月薪不到兩萬元 佔百分之十點五六 那月薪不到三萬元的 總共有一百一十三萬人 佔百分之五十八點一五 在這裡給副市長 跟我們在座的主管報告 就是說 結一十分 經濟部統計要七十四萬人 結果 你月薪不到三萬 不到四萬人 佔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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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是覺得 小教授 我們現在有拖一條龍 也有拖老一條龍 很多很多的相關的社會福利措施 我要特別強調 如果我們年輕人不結婚 我們的年輕人不結婚 如果我們的年輕人不結婚 他就不會生小孩啊 當然我剛才說 有的人是會生的 但是一般他是不會生小孩的 那不會生小孩的話 你空有拖一條龍 要做啥 空有拖一條龍要幹嘛 好 拖一條龍我根據 大概看起來啦 你大概一年大概花了22億元 你是22億元 那你空有拖一條龍 你要幹嘛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本需要具體的建立啦 你拖一條龍 拖老一條龍 這是我們社會福利政策的一部分 社會福利政策的一部分 我這邊具體的建立 把我們的結婚呢 也納入社會福利的一環 納入社會福利的一環 讓實子的補助 我們的結婚的這個四婚年齡的一個 實子給他補助 讓我們的四婚年齡的朋友 他能夠想要結婚 他能夠有辦法結婚啊 對我這樣的建議 來小孩教長你會看怎麼樣 來讓你來答覆一下 主席主席 主席主席 非常感謝我們 教長議員的這個關心 但是我社會福利 實在說沒有看 我那個源頭管理 你關小妖婦啊 你關小妖婦啊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不結婚這件事情 也把它納入社會福利的一環 鼓勵大家結婚啊 你會看怎麼樣 你會看怎麼樣 沒有啦 那就不是小妖婦 我現在是說 把結婚這件事情 納入社會福利的一環 你覺得怎麼樣 做得到 這 我回來啦 褲子 回來 好啦 我回來加強研究好不好 我來演你辦理 這原來這其實都是 不結婚啊 你都不結婚 那你空有 拖一條龍 拖樓一條龍都沒效啊 他就不結婚啊 不結婚就不會生孩子啊 啊 不說你怎麼有拖一條龍都沒效 你花多少錢就沒效啊 我拉住社會福利利盤 好不然副市長來 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 我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 求他結婚而已 求他結婚又生孩子 所以我們補助他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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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補助結婚他才會生孩子啊 那不是 你如果沒有補助結婚他就不會生孩子啊 他自己結婚不生孩子啊 他自己結婚不生孩子啊 當然 我們現在已經有勾勒生孩子嘛 放在後面 有夾子我們就補 沒有夾子我們比較沒有補 那如果結婚的補助 我們來補助 鼓勵他結婚 你看看 再來就是 禮君要叫人 包那麼多 現在大家不要說 起工吃的零酒店 我們都把他包一千塊的 那就不行了 說零酒店的人包一千塊 就不行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宣討大家包紅包包多一點嗎 你的意思是怎樣 不然他74萬是怎麼開 好來齁 好了 好請坐 民政局局長 來 專對我講的就是鼓勵結婚啦 那鬧歲福利利反 他說要苦惹 我們共產黨苦惹 你會看 你的態法怎麼樣 事實上 婚姻 他就是屬於家庭的一個部分 所以包括子女也是 那這個 社會局長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不管我們是托育 還有我們副事長講的 其實他是讓你 減輕你的負擔 就是在鼓勵結婚了 那 我們當然是樂見其成 因為人口的 人口的政策其實是國安問題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這個 我們也辦了這個聯合婚禮 當然這個也辦了聯誼 我們當然希望鼓勵說 這個 你這都不夠 我現在想說 來 你回去跟我們的社會局長 好 跟我們副事長研究看看 像李如鋒 看他們的技術 看他們又生化 對啊 好 這是我的看法 來 給我們的 蔡兆果再補充一下 好 感謝邀宗議員 他現在這個主題 那個 河民生在這裡 又是害逃煩惱了 他一個 他很想要把他殺出去 對對對 我也說晚婚 那主要原因真的 低薪是一個大問題 包括我在 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裡面 當助理 薪水三萬塊 我在中央黨部 當最基層的黨工 開始幹 薪水也是三萬塊 真的要結婚的那年 薪水跟民政局長一樣 大概到四萬左右 那個比較踏實 比較踏實 也比較有能力去 承擔一個家庭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 薪資結構 勞工局長 要創造一個大家 薪資能夠成長的空間 讓年輕人自己心裡面 會有那種覺得說 我有那個能力可以結婚 可以負擔一個家庭 那在 剛剛耀宗議員提到的 我們怎麼樣讓他在結婚的 開銷上 能夠 我們 能不能補助 納入社會福利 這是一個創新的思考 你要讓他感絕 OK我的薪資提高了 我願意來負擔家庭 但是 又要聘金 又要鑽石 又要禮車 又要請客 禮服 婚紗照 那個開銷是很可怕 我去結婚 我在大眾銀行貸款 30萬結婚的 對 一直到我上任第一年 年中剛好還完 對 所以那個真的是 普遍的現在的社會年輕人 在面臨的問題 那包括民政局 你們不要提出的一些 聯誼未婚聯誼的方式 還是要更有效 我看一下你明年喔 推展家庭教育具體行動策略 你現在在什麼都花博 明年的婚姻教育核心 是要推展家庭教育 並融入花博 107年未婚聯誼活動 要融入花博聯誼會 會場以花為主題佈置 參加者要以花的裝扮來參加 這有點瘋狂了 居然坐啦 你請坐 我的意思是說 聆聽花開的聲音 不見得就會去協婚生小孩 我們還是要提出更具體的方式 來鼓勵 怎麼樣在這個花博年喔 真的花好月圓之下 促進一些婚育率 我是覺得民政局社會 好謝謝